本地有一位朋友花了2000块钱 在市场上面摆到了一个悬峰元宝 这个悬峰元宝个头非常的大 我们用词来亮一下 三点钟的尺寸是59.6 12点的尺寸它也是59.6 然后厚度是2.8 它和普通的这种悬峰通宝的 这种小瓶至钱相辟 个头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这个悬峰元宝 它是一个档摆钱 保书局的 也就是说在清代 这一个档摆的这种悬峰元宝 它可以当100个这种悬峰通宝的 小瓶至钱使用 这种悬峰通宝的小瓶至钱 正常的尺寸一般22 23过了24就是大样 所以说尺寸并不大 这就相当于这种悬峰通宝 现在是1块钱 这个悬峰元宝它就相当于我们 现在的100块钱 因为个头比较大 壁值也比较大 所以说这种悬峰 档摆的这种大铜钱 在铸造量上面 并不是很大 然后存饰量也不大 所以说现在流传下来 价值非常的高 如果说这一个悬峰元宝 保书局的档摆 它是真品的话 它的真实的市场价值 至少在5000或5000以上 像这种支口品项 支口基本上都达到了1比1化 然后编道上面也没有 严重的磕碰和注缺 整个状态看起来也还不错 但是这个朋友花2000块钱 在市场上买到这个悬峰元宝的时候 有朋友对它的真假提出了质疑 那么大家也来一起看一看 这个悬峰元宝的这种 保书局的档摆 它到底是真品还是假货 判断一枚钱币的真假 主要就是看它的支口 支体是不是刚进有力 然后整个铸造 浮不符合当时这样一种铸造工艺 再就是窗口编道 有没有流通磨损的痕迹 还有就是它的整个 铜色铜质 还有就是包浆 浮不符合当时铸造的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大家看过这枚钱币以后 不知道对它的真假 心里有没有答案呢 都可以把大家对这枚钱币的看法发到评论区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现在在整个收藏市场上面 咸丰元宝 咸丰重宝 这种我们都叫咸丰大钱 在档摆的这个品种里面 保书局的档摆 它是造假的重灾区 所以说我们在收藏一枚股钱币的时候 一定要把真假摆在第一位 如果买到的钱币是一个假货 是一个工艺品的话 那么目前它在收藏市场上面 差不多就是一个100左右 这样一个价格 而且是没有任何收藏价值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